上课了上课了啊 本都打开了 翻开第十七页 上回留着作业 上回留着作业你写了吗 你本怎么空的呢 你看看 还剩多少天就考试了你本 连作业都不写 我都不信了说 你后面站起来 来来来 你来回家 SUV是什么 我自杀 什么来自你问我啊 你问我啊 这什么学习太多啊 柯特伯 你来回答MTV Multi Professor Web 看看人家这学习态度 人家这学习才叫学习啊 来你 MMAV 不是 我不会 不会啊 看没看记没记啊 拿小本给天天看 天天记 我没讲过 你没讲过 我 我没讲过我就再讲一遍 MMAV是什么 看看我眼前这台Volito 6 你就知道了 它和其他车在造型上最大的区别啊 就在这个车尾 你看跟轿车相比 它有一个明显的底柱 那跟旅行车相比呢 它的车顶线条又没有那么长 再来跟MPV比比 它的后窗呢 是比较倾斜的 没有那么的高和直 所以呢 它的定位是多功能运动型车 哪都不沾边 但是呢 又独树一致 再来看看它的整体造型 有句话说的是概念零至零 量产罗鱼凤 说的呢就是厂家的概念车啊 往往都美得不要不要的 但一旦量产要考虑的情况多了呢 造出来的车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但这台Volito 6 它倒是高度还原了别克在2016年发布的Volito概念车 这让它成为别克家族当中最特别的一位 在如今千篇一律的车市当中 它的造型也有一种未来感 Volito 6是一个完全正向研发的纯电平台 从内到外都是全新的设计 也因为它不是有改电的车型 所以在外观上就可以更加天马行空一点 进入车内 这台顶配版的Volito 6采用了一块8英寸液晶仪表 以及目前别克车型中最大的10英寸中控屏幕 它搭载的是别克最新推出的Econnect 2.0互联技术 这个车机的操作理念和我们熟悉的手机操作是非常相似的 它采用了卡片式的UI效果 可以同时显示多达六项功能 不需要的呢 你可以移去 也可以切换顺序 常用信息在上面一目了然 最常的方便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Super ID个人账号 你看它可以实现微信考量FM高德地图 还有我们最喜欢的网易云音乐等等APP的一键关联 你看如果我在车机端点击了一首歌收藏 在手机上也马上就能够看到了 通用系的最强大码安吉星APP 在手机上点击一键到家或者一键到公司 导航地址就会直接下发到车机上 那以前就已经实现的像远程启动啊 开关门等等的功能 咱们就不多说了 我看到呢这里还有一个蓝牙钥匙共享 这到底是个什么功能呢 姐姐你没事吧 没有 小心 我今天高卸准的 又帮你开车吧 你这不能喝了 再喝都会出事了 你车钥匙在哪里 你把包给给看看吧 姐没有啊车钥匙 没有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老公 好 我 我爱哥 姐喝多了 现在车钥匙也找不到了 你把钥匙送过来吧 什么 你在出差 我要喝 你微信 微信给我要吃 微信给给我要吃 你也喝多了吧 哦 我要你尿尿了 你要喝多的酒就特别多 哈哈 哈哈 铁车开了 嗯 别克在这台纯电动车上依旧用了非常传统的机械式挡把 这台车的内饰遵循了少及时多的时尚法则 石灰白和黑色拼接的软性包袱 加上少量蓝色氛围灯的点缀 座椅也用了特别的牛仔蓝色Alcantara和皮质拼接 座舱感受清新干净 我一直吐槽的是 连主驾座椅都只支持前后两项电动调节 这就有点不应该了 前排储物空间还是十分丰富的 并且在中央扶手的位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放置手机的凹槽 连上中央扶手箱内的USB接口之后就能充电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充电线老被加断了 CML6的定位是一台紧凑型车 轴距也只有2660毫米 但是MMAV的车身造型不仅能够给它带来良好的头部空间 它的腿部空间也是十分充裕的 而且它的后排地板也是纯平的 那坐在我这个位置呢还能够看到这贯通前后的一体式全景天幕 它真的非常非常大 但缺点呢就是没有办法打开 大但是没有办法打开 和不大但是能打开 这天窗到底该怎么选呢 天窗就是在透气的 不打开能掉窗吧 顶多是块玻璃好吗 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叫天幕啊 多高级 你要透气可以开车窗 你看我们这个天幕多产量 多舒服啊 舒服 你家存防晒霜的吧 你一买个天窗 你扪心自动一年都开几次 你管我开几次 反正我就是要 那你不开 这不就是天幕吗 你傻不傻 你说谁啥 你说谁啥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傻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其实啊 他们俩说的都没错 但是呢 我觉得像这样的全景天幕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在冬天啊 就变成了一个移动阳光房 可以减少使用暖气的频次 这样不就省电了吗 这台车的后备箱容计啊 达到了455升 然后我发现在这个底下呢 其实还有不少的储物格 因为这台车的电池组呢 就是在这个后备箱下方的 所以我猜想啊 这些空间是为了之后 升级更大容量的电池 所准备的 刚才介绍完静态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就先把车开起来 其实这台车啊 我已经开了几天了 我感觉这台车 和其他电动车最大的区别 可能在静音 就是它车内啊 你几乎听不到那种 呜呜呜的电机的小叫声 因为别克一向在NVH方面 还挺有优势的 然后这台车的前排呢 也用了双层玻璃 这台车搭载呢 是一个85千万电机 它换算成马力单位呢 是相当于116匹 数字虽然听上去不大 但是呢 它扭矩达到了255牛米 再加上纯电动车 动力输出没有迟滞的优势 所以它提速还是挺快的 这是一台完全没有顿挫的别克 那这台车的驾驶模式呢 也是有普通经济和运动模式三种 在日常的情况下呢 用普通模式就足够了 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动力响应呢 那就可以切换到运动模式 这台车的0到50的加速成绩啊 官方给出的数据呢 是4.4秒 如果让我来评价这台车的一个 加速的一个反应的话 我觉得它绝对能够保证 你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在能快的地方能快起来 说实话 跟同价位的其他新势力造车的 车型相比啊 在这台车上 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 传统车企在底盘调教上的一些功力了 那具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款车的避震调教 还是比较均衡的 如果要跟别克其他的 燃油车型相比的话 这台车呢 还比他们多了那么一点点运动感 最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 大家都最关心的续航问题 这台车呢 是35度电NEDC301公里 在今天看来呢 这个续航肯定不算是最长的 但是你要问我够不够用 我觉得呢 这得结合你的实际情况了 我在网上呢 看到过这样一份报告 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在我们国家大城市里面 通勤距离最长的就是北京 他说的是在北京啊 单程的通勤距离大概在11公里 那么算上往返的呢 应该就是在20公里左右 再算上出门逛街 见朋友 约会什么的 如果开这样一辆车呢 每个星期充电 也就是一到两次的样子就够了 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的话 那就就完全不是问题 说实话 现在我自己家的情况呢 就是一台燃油车 加上一台电动车 自从买了电动车之后 燃油车基本上就没有出过门 而且现在在电动车大趋势的浪潮里面 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组合 就是车的组合会越来越多 现在在十几万这个级别的电动车里啊 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合资品牌 自主品牌 以及新势力都扎堆的在做 但是大家对这些新车型的关注啊 往往都集中在了 比如说它的续航里程有多少 它的屏幕大不大 它车机能支持的APP有多少 等等这些问题上 但却忽视了作为一台车最重要的品质 也就是驾乘品质 毕竟驾乘品质 它往往不能通过配置表来直观的展现 而这台Velite 6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把别克传统的造车经验 和电动车独有的特性和优势呢 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是一台表现相对均衡的电动车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非常注重驾驶品质的人 我觉得你不妨考虑一下这台Velite 6 这个上面便是用你脏功率 三谷车的重距离 但是它是温暖化的 使用心肌转的的 你们打算荀绕 我还是能帮你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